独猫古诗 首诵别诗 首句从昨夜秋雨写起 为诵别设置了凄轻的气氛 二句中的平湖点名诵课时间 楚山公既写出了有人的去向 又暗喻了自己诵课时的心情 三四句写的是自己 仍与诵别之意相吻合 因为新建是诗人的同乡 新建返乡 亲友一定要问到诗人的情况 所以诗人送别新建时特别嘱托他 自己仍是一颗纯洁的玉湖冰心 表明自己不畏遭便 而改变玉洁冰清的节操 昨天晚上透着寒意的雨洒落大地 迷蒙的烟雨笼罩着无地疆天 清晨当我送别友人的时候 感到自己就像楚山一样 孤独寂寞 洛阳的亲朋好友 如果向你问起我 就请转告他们 我的心依然像一颗 珍藏在玉湖中的冰一般 经营 纯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